一邊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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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到船頭 這個五網在這裡 有洞水 管弄裡面有一種情況 他便認出問題 我看時間 因為單單的數位是不錯的 雙聲道向外面頂致好像不錯 看看的時候 洗身體 為何這裡坐坐坐坐 坐在這裡 坐坐的時期 景致是不錯的 這裡是集團武裝 有鋪 有刺的植物 就是這樣了 為什麼? 這個龍土牽涉到 不是現在我所講的重點 不只是雙聲段池 山水而升 而是說 大掛派裏面的水法 先後天水化破了後天水化 後天水化是煮妻財人 是煮太太的 煮淺銀的 所以應助 另外由這個工位裏面 這個工位裏面能夠用到什麼工 是昆宮 昆宮是煮什麼 雜母 在這裏 Open Kitchen 說 五二是撩起座那套氣 所以九股法就是兩個月光滑爛 再從你這個位是開放式廚房 會帶起由漆口帶著來的火氣 會影響成為暈 很多種種因素 我們看一定要是看風水 不是說我給你一條數 看現場環境怎樣 外面怎樣 雜命傷是怎樣 所以是廢物作原因 明白嗎 這個風水其中一樣 剛才老闆說雙子段時的 我的風水會以這個為重點 這個為重點 另外會加什麼 我會加上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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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你山水而升 我很大的地域 八個足夠長這麼大 你怎樣去建工廠 你就開一個樓間南北向 你懂得在山聯也好 你一定要分開地域 哪裏好不好 要懂得在河和在水 所以沿空裏面分開不同層次 由沿空雙星開始 所以我的風水裏面 是牽涉到有雙星段時的沿空飛星 有水法 水法有三學派的水法 有沿空的水法 有田坑國父水法 有三學派的那些 那些要夾進去 要不然你出來做事是不夠的 我和你講必定不夠的 可以嗎 今堂呢 我又講回那麽上下先 可能時間又不夠 我剩下一點時間給教授 但都害羞你講 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個Pattern 中國數目自寫的735 第2行681 哪裏 即是哪裏 這個 735 這個735 第681 然後249 這個很厲害 為甚麼呢 打橫、打動、打斜加 都是15 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例如5、6、1 5、1 就是15 他想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他想到的是 砌數字 無論打橫、打動加 打斜加 都是15 都是15 即是說 那些中國數字 其實這一個 是後天八卦裏面的特色 跟你講 這一個是會考 不知道哪裏 哪裏 會考 有一年的會考 我記得 為甚麼這樣說呢 學生講的 師傅 這個我記得 學生講的 他哪裏 會考 要你填空架 其實這是後天八卦 這個組合裏面 看著 他不是 他不是尿死記 是7、3、5 不是的 不是6、8、1 不是的 其實它是飛星 按照後天八卦的飛步 軌跡 是這樣的 1、2、3、4、5、6、7、8、9 這樣飛的 我指一次 飛得來這麼巧 他就是 是啊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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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這樣的 明白嗎 他就是這樣的 很有趣 所以你真是挺通曉的 人家做了蛋糕 他看著蛋糕很好吃 那些花多可愛 他都會買的 人家的注視力 他可能會拿到別的 是這樣的 好了 我給你一點時間 教授 謝謝老師 我說三樣東西 課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跟教授那邊 理解 了解 報名 我主要就是講重點 今天講重點 還有我教學的作風 好嗎 多謝各位